是神探中朗遇到的最继手 也是最凶残的对手 在整个火线系列中 出演了两次大碗 他就是割喉狂魔于立本 六个月前 于立本在军莲案中 被中朗小对击 如今即将被判绞刑 临死前于立本希望能见见中朗 可当中朗来到时 他却只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人都是鳄鱼的子孙 汪藏们又不只我一个 有什么好撑会的 几人愤怒离去 可就在当晚 盛楠被一个噩梦惊醒 父亲被一场大火吞噬 结果监狱真的发生了火灾 中朗几人迅速赶到 幸好盛楠的爸爸没有什么事 但于立本却死在了监狱里 盛楠一番检查 却看出了端倪 当初中朗割断了他的右手手机 虽然这具尸体的手腕同样被割伤 但却是刚刚割断的心伤 可是监狱在着火期间一直封锁着 于立本能逃到哪去 突然监狱长想起了什么 他之前派出了一辆卡车 护送受伤的犯人去往医院 难道于立本就混在里面 可当众人拦住卡车一番检查 却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中朗爬到卡车底部 发现了一根撬棍 于立本果然已经逃走了 这根故意留下的撬棍 就是用来嘲笑他们 众人坐在一起分析 根据目前的线索判断 于立本是买通了狱警 却又反杀了他 用他的尸体伪装自己 总探长决定于立本 很可能已经逃出了上海 但中朗很了解他 于立本一定会报复他 正说着 一通电话找到了中朗 正是于立本 他要和中朗继续那场未完的游戏 割喉狂魔重现上海滩 一时间人心惶惶 受中朗所要 陶女士也来到了这里 据陶女士分析 当初的军粮案虽然告布 但涉嫌的赃款一直没有下落 陶女士怀疑 军粮案的幕后黑手就是精神会 所以于立本很可能掌握了一些线索 就在他们讨论时 刘帝源送来了包裹 里面是高检察官的眼镜 血淋淋的眼镜似乎已经说明了什么 电话铃声响起 果然还是于立本 他狂笑着宣布游戏已经开始了 然后再次留下了那句话 人都是鳄鱼的子孙 这句话一定有什么含义 小回突然想到 这不就是《基督山伯爵》里的模具吗 也就是说 于立本自禀《基督山伯爵》 然后笑着这些人进行报复 陷队应该不止这些 这眼镜上面 除了血迹之外 还有咖啡 咖啡 基督山伯爵 伯爵咖啡馆 几人迅速赶到伯爵咖啡馆 结果入目所及一地死尸 现场只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字 给你的 这是跟我叫板 好女士认出了其中一名死者 是金龙银行的执行董事 这金龙银行很可能就在被后卫金蛇会期间 于立本这是在报复金蛇会对他的背叛 加上大概率已经身亡的高检察官 一个检察官 一个银行家 难道他是探索了那个规律 哎 说什么呢 什么规律 这个规律还是在《基督山伯爵》这本小说里面 因为《基督山伯爵》分别有三个仇人 一个是检察官 第二个是银行家 第三个是政府要员 这么说 于立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政府要员 这时韩飞突然想到 这些数字或许和《基督山伯爵》小说有关 我想到了 这些都是密码 与此同时 高检察官的尸体也被找到 盛南在检察高检察官的尸体室 发现了蹊跷 这不是于立本的作案手法 受害者的脖子被反复切割 凶手似乎没有什么力气 难道有第二个歌喉魔吗 与此同时 韩飞与小慧开始破解那串数字谜题 根据《基督山伯爵》小说的内容 两人逐行逐字的破译出了一些文字 但这些文字毫无规律可言 根本无法组成句子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韩飞仔细思索 看出了端倪 你看 总共十个数字 它分成上下两行 每个数字后面 都是有多好的 唯独最后一个数字 它后面是分号 这很正常 不对 这就代表 上一行和下一行的数字 是不一样 都是同一本书里的字 能有什么不同 除非 这本书是 上下册 当另一侧的《基督山伯爵》被找到后 韩飞终于破译出了数字迷迭 金板 和平 饭 业 领事 夫人 可两人飞速赶到酒店时 却因为没有请柬被挡了下来 韩飞用计让小慧混进吸手间找到了领事夫人 可还是晚了一步 住手 你不要太明白 两人都被水龙头的毒气放到 钟王几人赶到医院 却被告知两人身重不知名剧毒 还为脱离危险 钟王大怒 这是韩飞突然动心了于利本的真正目的 领事夫人仅仅是幼儿 他真正的目标应该是陶女士 此时钟王再次接到了于利本的电话 却得到了这句话 我在法利亚的房间呢 又是一个谜题 而韩飞却是快速猜了出来 法利亚是基督山伯爵的一名神父 他被关在伯爵的隔壁 神父应该是个上海地名 韩飞想到那是金神父27号 因为法利亚神父在监狱中的编号就是27号 三人立马赶往了那里 可惜已经失了一步 陶女士被割喉而亡 身上还有一个十字架 于利本留下了一封信 上面只有一句话 也让乌云遮住验尸观的眼睛 这明显是针对盛楠的 他经过短暂思考后拉开了窗帘 上午九点钟的太阳在十字架的门框上留下了标记 三人打开发现里面只有一朵百合花 但盛楠却是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他的母亲就被关在百合花疗养院 三人迅速赶到医院 果然盛楠的母亲已经不见了 于利本在逐渐摧毁三人小队的心理防线 当医院传来小灰快要不行的消息时 韩非已经要崩溃了 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强大的敌人 此时于利本再次打来了电话 线索就在百合花疗养院 不过这次钟朗不会再让他牵着鼻子走 他们仔细分析之前的线索 发现陶女士和领事夫人是同时出事的 这代表于利本一定也帮凶 而能进入百合花疗养院的一定是女性 韩非觉得于利本的所有行动都跟基督山伯爵有关 而在基督山伯爵中 他能越狱成功是因为得到了隔壁牢房的帮助 钟朗三人得到了启发 立马赶往了监狱 找到了隔壁牢房的死刑犯何大春 在他的口中几人得知了真相 妹妹何爱春为了帮哥哥求情找到了高检察官 却不曾想被他玷污 为了给妹妹报仇 何大春会入狱警 帮助于利本越狱成功 这才有了后面的一切 钟朗三人赶到何爱春的家里 可惜还是让他逃走 此时他嚣张地打来电话 爆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 他分别在20家医院和学校里面放置了闸门 钟朗只好答应交付百万赎金给他 而徐牢房则清朝出洞疏散群众 三人赶到交易地点 没想到发现了被绑在这里的圣男母亲 圣男刚要靠近 钟朗及时喊住他 原来整座院里都埋下了地雷 这时圣男母亲突然说于利本已经去抢引好了 这是他无意间听到的 钟朗集中生智 用钱箱压住了于母脚下的地雷 在爆炸的瞬间跑不出来 与此同时 趁着徐牢房空虚 于利本竟然带人绑架了总探长 赶回来的路上 韩非分析道 这组银行四周一定没有医院和学校 因为徐牢们都在那边巡逻 钟朗猛的抢到是金融银行 因为那里在位金社会起黑钱 果然 于利本劫持着总探长来到了金融银行 找到了银行董事 没想到于利本反手将一本账簿送给了总探长 那里记录着军粮案赃款的银行 还有金融银行为金社会洗的每一笔黑钱 这是于利本对金社会抛弃他的报复 可就在他杀掉董事洗劫的金库出来时 大批狱警围住了这里 正是钟朗把他们叫来的 可于利本以总探长为要求 换来了一辆卡车 于利本等人上车逃跑 却没想到车里放置了圣南研究的小型炸药 卡车停了下来 老孔一枪命中黑衣人 可当帽子显开 竟然是何艾春 好一出调虎离山 小南 上天 快进去 可能有好多人没有救出来 快 快 可惜魔高一尺到高一丈 另外一边 钟朗三人截住了偷偷溜走的余利等 这个凶残的恶魔终于被抓了回来 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歌号狂魔终于得到了他英勇成了 不爽 歌话 不爽 歌号狂魔终于得到了 相继于得到 第一次 彩星 立风 dominant 第一次 在